今天视频来修一台战神的笔记本 God of War 老神轴了 是一台神轴的战神J7笔记本 这台笔记本据说是打游戏的过程中 突然趴了一下就黑屏了 自己也拆开看了一下 说是主板有地方烧焦了 那既然主板有地方烧焦了 就不通电开机了 肯定是开不了机的 先直接拆开来看一下 先拆开它的后盖 测一下公共点的对立组织 公共点组织只有46 这个组织明显偏低 不用看肯定是某一路供电的上管击穿了 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这个主板的显存供电 因为这个主板的显存供电很容易短路 而且显存供电一烧掉的话 显卡核心基本上凉凉 显存可能也会跟着一起去世 这里可以看到显存供电这个电感 还有这个MOS管是已经烧黑了 先把这两个烧焦的元气键给拆掉 把这MOS管给取下 把这个小电感拿掉 隔壁的另外一组也一起拆掉 拆掉之后我测了一下 它显存的供电对立组织居然没有短路 还有46的组织 那说明这个显存可能还健在核心肯定是不保了 先把烧焦的元气键给它补上 主要就是这个小电感 这个电感才是罪魁祸首 神舟还有另外一款J7也是这种小电感 也是显存供电容易烧 比较容易喜欢烧显卡和显存 先把这个供电给它补好 全部都已经补好了 现在它既然没有短路 那先不急着拆核心拆显卡 先开机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呢已经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设备管理器里面肯定是爆错43 果然这边是爆错43 这时候显卡肯定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看来显卡这边确实是还有问题 不只是供电烧了这么简单 跑了下MITS发现是全部显存爆错 六个显存全部爆错 那这种情况不用想了 肯定是核心坏了 核心里面的显存控制器被烧了 核心我也准备好了 直接给它换掉一个 核心是肯定要换的 显存的话它没有短路 显存可以先不用换 直接把主板拆出来 架上BGA焊台 把它的显卡核心给拆下来 用吸气线把核心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 把这个显卡再给它装上一个 换掉显卡之后 显存测试也没有爆错了 可以成功PASS 它这个运气还是挺好的 显存供电烧了 显存居然没事 碰到过好多这种烧显存供电的 基本上核心显存都会坏 这个只坏了核心 百里挑一 可能是它短路了之后 没有再次的通电 要是一直通电的话 它可能就会烧显存了 现在再来进系统看一下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显卡驱动 已经正常 没有感叹号 这个设备运转正常 说明显卡驱动 已经是正常驱散了 跑测试软件 锻炼一下这张 换了显卡核心的笔记本 谢谢大家